另外來看侯孝賢導演帶著念影娘光榮返國 不過整部戲當中 角色的台詞模仿唐朝的用語 讓很多影迷就擔心 進了戲院會不會聽不懂文言文 不過侯孝賢說台詞都不是文言文 只是用詞比較古代一點 侯孝賢的念影娘在砍成首映後 影迷萬眾期待 不過劇中文周周的台詞 讓觀眾擔心進了戲院會不會看不懂 你們搞錯 反正只是講話比較模仿一下那個時代 比較簡潔 或者是用的詞比較古這樣子而已 不是文言文 文言文是文 不是用來講話用的 一開始看劇本我看很多次 包括我自己說的話 文字不多 但是我必須要閱讀很多次 就像導演說的 它是一個習慣問題 但是你多閱讀幾次之後 你會了解它的意思 就連演出的許芳儀都要想一想 才能理解意思 對影迷來說 進了戲院可不能倒帶重聽 我們都不會注意的 心類 心類 心類是什麼 私理 搞清楚這是多聞 私理 心類是私理 絕對不是我們講的這種普通的 是很聞的 但是你習慣以後你根本不會感覺 侯道解釋全都是習慣問題 到時候看了就看了 欣賞電影就是要直觀 侯道也再次讚賞舒淇 就是欣賞他這個人 我為什麼會一直拍舒淇 舒淇同千禧慢波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到現在 他這個人沒有變 對人對事真的是 我感覺是非常難 所以就會找他 一直不停的找他 那他也很習慣 拍我的片反正也不要幹嘛 劇本看一看 看了半天 他自己想一想 自己就去演 舒淇是侯孝賢的御用演員 他自己也說過很開心 能碰到侯道 兩個人就像千里馬遇到國樂 之後還會繼續合作 有點TV綜合報導